王智利 主持人 詞曲 李宗盛 這一趟來香港 匆匆一別 將近十年 十年前跟十年後 心境 年紀 髮型 還有工作的職務 通通不相同 垂垂老矣 偏偏这么老又得到了一个新工作 61岁找到工作 必须要认真地做 各位高雄市长要学习的很多 也跟各位香港各界的好朋友报告 这一趟 我带领了我们整个高雄团 我们是希望第一 交朋友 第二 卖东西 第三 希望各位香港各界好朋友 不嫌弃 多来高雄 多看看 多旅游 看看有没有什么投资的环境 要跟香港各界的好朋友报告 这两三个月来高雄 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小时候我们在童话世界上看 看到一个公主 吃到一个毒苹果 被她被害了 就睡在一个塔里面 等了几十年一直在睡 突然有一天一个白马王子 骑个马过来 轻轻亲了一下那公主 那公主眼睛一亮就开始起来了 高雄就差不多 这个巨人的 从去年开始 所以各位香港的好朋友 欢迎来高雄 来得越早 赚得越多 我们多交朋友 多来往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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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